新一輯的18號CP組繼續坐在這裏 跟上星期位置一樣 我們延續說話題 七一後感 七一之後我們都回想 二十多萬人實在是一個很難得的經歷 一個平白一個好假期 為何這二十二萬人不選選去度假 喝下午茶去吃東西吃 去游泳 熱烤烤烤烤 在維多利亞公園走向政府總部走來做甚麼 走到沒有政策改變 是把鬼嗎 我們一起討論 有我拍檔陳又昌 還有欣啟榮 深水庫區議員一起說一下 很嚴肅的話題輕鬆一點 大家不要讓我一開頭 為何要走來把鬼 我當然不認同你走來把鬼 你現在看到走完之後 你便發覺有很多人 七一之前的樣子是這樣的 七一之後突然變成另一個樣子 好像在演大戲一樣 為何不走出來呢 我覺得是要走出來的 所以這次很多市民真是頂不住 忍受不了我們所謂的 你覺得他們害怕甚麼 害怕甚麼 好像二十三條一樣 你說害怕甚麼 害怕沒有了一個位置 不是害怕那些人 害怕你有牙 他害怕自己 哎呀 十一月選舉時可能沒有了一個位置 因為現在快要很近 那是政治嗎 這件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要不然要不理會你們 政府應該一早 一早應該是七月一號 即是十一點的時候 我們將個諮詢壓效 給大家一個諮詢期 等個千幾二千人 不用蹲在街上 大家有胡椒噴霧 你沒有聽過我們 林局長說 正所謂這個一定要做的了 不可以再遲了 還有他根本 他沒有想到你七一 還有他要說 林局長就說 你們之前沒有投票的 一定是贊成香港政府 去設立這個機制 去阻折這個五區公投的人 現在一樣 二十二萬人 投票五十幾萬 一樣 有六百萬人不要走出來 這樣就不可以投票和走出來 是兩種態度 政府為何又要被人逼供 七月四五日才逼供 你早些七一 我體諒到大家 二十二萬的新聞 我將開放諮詢期 贊同大家 諮詢期又如何 就多好 你不是不知道 現在變成逼供 令到那千幾人 網上又說 人民力量對社民連 社民連怎樣去霸佔那裏 人民力量又霸佔那裏 大家好像是不同 但其實大家有屢應外合 令到警察都疲於奔命 為何要政府做得好些 你面對二十二萬人 不要像我上集 最後發表聲明 只發表聲明就算了 實際上是政策改變 那些人才 七一遊行 一開始已經 年年遊行 幾乎說錯誤 不錯誤 連年遊行都行一行 政府總部 去年就爬下樹 到五點 今年的大家全部嘅 在網上大家熱切地談 嘅流行 我們美股居民的聽起來 我們都要留手 見證這個歷史 都要在 結果今年衝過去兩個街 政府 會話越到越大 如果政府再不回應市民的訴求 回應人民的訴求 每次都說諒解沒有鬼用 我知識我表達 好像昨天還是今天通過居屋的勞約束 立法會勞約束的條件 希望政府復健居屋 所有政黨都說復健居屋 香港政府就不是復健居屋 誰有這樣的政府 所以你不是說客人 你越玩越大 今次我自己 因為我在灣仔 我看到沒有辦法 說不說得是那個人 有討論之後當然說得了 人民力量 哇 幾百人 不止幾百人 千多人在灣仔地鐵站 軒尼斯都站在那裡 不停說 才顯示實力在那裡 然後怎樣去做 怎樣去做都好 都希望政府改 他們不是推翻的政府 沒有槍沒有炮 所以政府要實際的改變 所以我想問兩位 兩位我就說完了 我很贊同他們留守 然後作出不同的抗爭 你永遠要升級 你們兩個怎麼看 跟七日有限 我便要說回 你說政府為何不會去聽市民的聲音 因為我們這個所謂橡皮議會 大家都心知肚明 政府要過甚麼 好像經常都說過過過的 為何我們有時民主派的議員提出一些意見或一些修改的東西 永遠都是通過不了的 你看看那個禁制黨 我覺得如果這個議會再繼續是這樣 永遠香港不會有進步 這個政府永遠不會再聽市民的聲音 我覺得 現在大家經常在說職養 政府 曾生 有年紀而已 其他局長都不知道有沒有職養 大家都搞甚麼鬼 都不知道接著是怎樣 就算連是那些時事評論員那些 都在有一次新聞說出來 有些提簿機制那件事 又說不如會否找人 找北京明示或是暗示香港政府 叫他不要弄住 這樣都說出來 這樣都不能播出 搞錯 這樣都不能播出 香港政府是甚麼 所以現在政府去到現在的地步 就真的沒有自己的意見 或者沒有自己的主張 現在全部都在那裡死撐 就算你看一下曾蔭權 曾蔭權我記得有一次訪問他的時候 他自己在訪問對著他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現在那些提簿機制 或者現在的法例或條例 就是回應了市民的意見 希望大家的市民繼續支持我們 就像那一次那樣 就像之前那樣 繼續支持我們 即是支持他的起鬧 即是那一次 然後就是支持他 繼續做這個立法 你可以看得出他 根本他都沒有理過你究竟在說甚麼 沒有理過你市民 其他大家的意見是甚麼 總之他就跟回他自己 仍是以為自己很適合 然後就這樣去 所以你認不認同 遊戲應該是越玩越激烈 你不理了政府也不理了 那些人你贊不贊同他們 蹲在兩條主要桿上 其實 有些人譴責他 強烈譴責這些人 其實如果跟回我上星期的想法 就是這是一連一道盛事 根本警方就應該預了別人 預了別人是要這樣做 應該說早點預了別人 大家是要這樣做 反而警方或國安排那些不現實 叫別人不要用惡氣 甚麼惡氣的犯法 叫主辦單位 叫人家浪費氣 叫主辦單位告訴別人 你保證不要別人留手 還要大聲公意蓋住 你說這些說話根本就不現實 刺激市民反抗的弱肉 根本就不現實 現實的情況就是 現在一連一度的城市 大家趁這個機會 就是要爆發我們心裏面的東西出來 其實就是不滿出來的 你要預了這件事 所以我上次也說 我們封路位 你預了大家 上星期所說 就是根本應該是這樣 預了大家要這樣做 封到他不走 不是整個香港政府 香港島的交通一天一夜無法走 被人罵的 你看看電視片 亂的 不知的士司機還是小巴司機 你不用去找飯吃 我要吃飯 就罵 阻礙別人的交通 現在其實不是去到 現在其實大家留守 也不是去到 我們都不知道現在留守 其實應該說 大家留守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考慮 因為剛才你所說的 可能他們會考慮 可能留守的人 大家都會覺得 天亮了 上班了 可能留守的人也要上班 老實說 我也要上班 會啊 肚子餓啊 你怎知道留守的人 自己根本就懂得考慮 留守的人也會為市民考慮 或者可能會 那個不是天安門 那個不是埃及那個廣場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不是去到那麼極端 未去到那麼極端 現在的問題只不過是 你越是要我走 不可以留一會也不行 拜託行人 拜託去到之後 你表達了意見 好 走得走得走得 你越是說這些東西 越是壓迫的話 大家就越是會抗爭 越是會反感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你應該 我覺得你政府 你警方 你應該預了空間 給我們 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就是要有這些 安排出來的 我覺得 拜託以後也預了 拜託大家會衝出去的 是要這樣 預了 應該預了 我覺得三月已經預了 如果預了 拜託大家 拜託政府 幫忙呼籲一下 各位駕駛人士 有可能會有 事故發生風流 請大家在那段時間前後 大家要自己收拾 整個有報道說是一個劇本 甚麼劇本 一早已經說明了 跟他們談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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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會怎樣做 對呀 對呀 好像等於美副那些抗爭 對呀 對呀 他們已經過了給警方那邊 告訴他們 這樣這樣這樣 我們去哪裏會吵 哪裏會吵 哪裏會吵 那裏會吵 都會討論 大家有雙有量 我同意香港那麼多政黨或市民都有不同的表達方法 當然是過激的行為 有些市民都會不贊成 但問題是 甚麼要過激 唱歌 整個激字 我很討厭 美副居民又很激 保衛家人過激 我蹲在街上激不激 過激的行為 蹲在街上激不激 我覺得蹲在街上不激 我何時都說蹲在街上會激 等於他們都說不激 蹲在街上會激 但問題是你蹲在街上 隨時警方會拿胡椒噴霧噴你 你知道嗎 我們蹲在街上的抗爭人士 或是示威人士 就預料了 你警察做甚麼 你警察做合理的驅散 或者拘捕的行動 當然他們不會反抗 即是那些投票 大家不要動 放軟手腳 警察你用你適當的時間 適當的方法 你當然一定要維持治安 你一定要驅散的行為 在這些不激的抗爭行動 有千多人在這裏 你怎樣拘捕 我千多人你怎樣拘捕 你多給旅遊巴士 有1000人 你又要坐成20個旅遊巴士 才撞到那1000人 回到警察 人民力量 就是用這個人數的多少 令到政府覺得 要正視這個問題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激的方法 不要說我不激 那些真的不激 還沒到激 和外國和其他地方坐在街上 所以香港其實大家現在的做法 衝出馬路好 坐馬路好 其實已經很… 很少兒科 很少兒科 其實真的很少兒科 你看人家南韓 你看人家那些… 你看我們鄉新亨生 好像扔雞蛋是不正的 我們找些人士 用雞蛋扔警察 這樣便會激 買裝備好胡椒噴霧 互相射 拿水槍 警方有些大小超 好像那次我不知道 看報紙哪裏說 鄉新都說有水槍飛出來 是啊 但是警方那裏 完全沒有事發生 希望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政府做好些 政府做得不好 就被抗爭人士激 過激 非常激 我們說一下替捕機制 政府做得對嗎 就是… 哪方面 政府做得對 很多事情 我自己五區公投的時候 就支持的 一定支持五區公投 因為我覺得在香港來說 當然你又拆開又說多些 我覺得香港如果沒有公投法 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下 就單方面拿這個 替補還是抵補 我經常覺得現在這個替補機制 這個問題的原由在於 你現在說五區公投 要堵塞這個 現在的問題是做什麼 要堵塞 現在的問題是做什麼 要堵塞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香港 如果… 或者是… 我們香港的市民 大家都… 接受 或者大家都想有一個公投法 或者想有一個公投的權利的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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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事實證明不是… 多人接受 只有五十多萬人去投 有百多萬人去投 不受歡迎 那… 那… 是吧 就是… 就是阿業劉會下台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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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萬人已經下台 那你第一次搞了 你第一次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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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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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第一次搞了 所以現在… 就是… 大家走出來要被掩住 是吧 大家走出來就要做一個… 堵塞他 就是堵塞他 下次成功 下次一百萬 不是堵塞他這個法例的漏洞 是堵塞你那五十萬人 繼續再多些人 現在的問題是 是吧 所以現在… 所以我覺得其實… 其實… 如果香港的市民的意願 是要有公投法的話 是要有這個… 想自己有一個公投的 一個這樣的… 就是權利或者這樣的行動的話 那… 那… 你要回應的 那你現在怎麼回應 你現在這個政府 你不是說走出來堵塞 這樣叫做回應 這樣叫做壓制人 是吧 那… 那… 所以如果你…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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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不尊重 你根本不尊重50萬好 不尊重市民要有這個 當然公投這個 他經常說你香港不是一個獨立 不是一個國家 公投出來香港獨立 你的論點 不用拿出來說 說什麼 是補機制 是補機制 多鬼魚 作為民意 應該說不用拿回去 照以前這樣就可以了 你有什麼人辭職死亡 新顧病 或者破產 可以補選 而且政府不用害怕 如果你說市民 你說你有信心 曾宥權說你有信心 很多市民支持你 如果下一次真的有人再來 狼廢公帑 另一個理由 但好像花了一億 無緣無故花了一億 交進 每人多派幾元好過 洗採 市民說你那些副局長 正助浪費公帑 是嗎 尤其他經常針對張文韜 發展局正義 又錯了 鑊給我 找到出來 小文革說你那些副局長 你又不見你 你倒閉他 倒閉他 取消他 不如 印強人說完了 不應該拿出來 麻煩了 陳友昌呢 你呢 不用說了 大陸大律師公會 四度發信 律師公會又發信出來 是違憲的 我覺得你那個 林局長還要出來說 沒有沒有沒有 肯定對 合法合情合理 大陸大律師公會 看香港的法例法則 難道他們是混水摸魚 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是信你的 林局長 當然 在七日之前 黃仁龍出來說幾多話 最離譜 律政司司長 最離譜 更離譜 找多一個人 找一個釋法律 律政司司長說幾多話 九點鐘 一個律政司司長 我們全香港 大律師公會 和律師公會 證明是所有律師 所有大律師 出來告訴你 你都不聽 別人說 那你叫我們市民 怎麼相信你 我覺得 所以他們一說 遺憲 我們完全不需要再討論 這個所謂的逮捕機制 一樣 我覺得 你們還要強行拿出來 還有七日之後 這麼醜樣的事 都可以發生 就是 完全 令到我們市民 對於這個所謂政府 那個信心 真的 不是所謂政府 政府已經收入信心 那些原本支持的議員 原本照單全收的所有議員 什麼都應該要替補的 不管死亡 對呀 對呀 後來他改 應該同名單都可以 對呀 對呀 現在撤回 現在退學了 對呀 我也同意 應該和議員 應該去諮詢的 很相似 超團 他開頭 第一聲 不應該諮詢 已經被諮詢了 那些人 應該這樣 其他人 永遠政府去說什麼 這是什麼 還要發回一張張 我贊成 其實我早就已經叫了政府這樣做 反而是那些政府已經失去信心 那一批建制派議員 為何可以這樣不停扭開 不停支持政府 不停改甚麼都說 對 對 對 反應第一個錯 同名單的替補說會玩玩 譬如我們三個同名單 我做一年跟著你做一年跟著你做一年 一人不玩一下 於是大家都是立法會議員 這樣想法都想得出來 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三個這樣玩了一屆 下一屆有個人會選我們三個 那些選民應該受到懲罰 選民受到懲罰都會這樣說 泰國的女總理當選的時候人樂 他說多謝選民給他機會去執政 是多謝選民的 不是說他贏了選舉 是多謝選民的 我們竟然有其他人說 選民如果選了會辭職的議員 他應該受到懲罰 怎可以說選民受到懲罰 他簡直不是人民力量的人 他是人民力量的公敵 所以這個替捕機制 你也是同意說不應該 不需要討論 不需要再諮詢 但政府總是說要諮詢 怎樣呢 你覺得雖然7月13日 可能我們播出的時候 又要另一個馬志士 但是這個會不會 政府是完全受阿爺的指示 沒有考慮過建制派 即將在11月 很快 9月都會報名 11月的時候選舉 很快等於 我上一集 臨尾這樣說 會不會等於2003的翻版 2003你記不記得 有些人報名不出街選舉 派兩張三張單張 建制派已經自動倒下來了 葉國謙那一天也是慘敗 官農區首天都輸了 會不會同樣的 如果照下去 政府照下去 硬 霸王也不是硬上公 是慢慢上公 又說諮詢 諮詢後他也用回一個方案 有他諮詢不如 當然這樣吧 我們應該支持他諮詢 我們應該支持他 有他諮詢 有他諮詢 我們是由他 他現在是助選 不過你不由他就不行 香港政府 因為他不會理你 他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你知道他應付他諮詢嗎 他現在在幫助大家 在助選 民主派的好友 林公公也是 香港政府沒有政治智慧 所以被建制派的議員 雖然他們已經不斷轉軌 令頭 水法 令到建制派 陷於心意 令到政治議題 可能覆蓋了區議會選舉 不對 我個人覺得 雖然你說幫忙助選 但只要是區議會選舉 是一個民生的議題 為甚麼給了一個民主的議題來蓋蓋雨 因為2003年我不是說我 那些泛民的朋友不恰當 但贏了議席都不行 得不到選民 認同民主的議題 應該是民生的議題 區議會始終民生的角度為重 所以我希望 沒有選民是會選擇的 會選擇 是是 我們又尊重選民的選擇 多謝給建制派 老實說 選民的眼睛雪亮 如果你的黨和政府這樣 打開眼睛 做些事情令到一個社會 這麼大的痛苦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懂得怎麼去做 第二罩七一遊行後感 有甚麼總結 明年來是否要走 當然繼續 一定繼續 還兼且我覺得 這個七一遊行 其實已經應該 見歷史紀錄 應該再考慮 怎樣我們加入多元化的元素 令到多些人都可以參加 甚至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公公婆婆 甚至可能要考慮這些 可能他們有沒有辦法可以參加 因為我們做一些地區的事情 所以變成我們多些街坊 可以成為一個紀念日 我們回歸的嘉年華會 最好 陳友昌 我覺得你應該還有不同崗位 不要明年有利元山見面 我當然不是 我有一年我是行的 不是今年是前年 我也有行的 行足全程 行到政府重步 你說明年會不會離行 一定會 但我想未必需要等到明年 可能兩個月後 諮詢 激發到市民再一次大遊行 但七一那個 不是那個是包圍的 七一那個遊行是不同的 是異議的 所以 要堅持繼續 再拿回體股機制出來 我們諮詢兩個 原來大家都同意 激發到市民 一百萬人上街 希望大家 所有的市民 選民都關心著 香港那個 替補機制 剝奪了我們 補選的權利 今天 18樓 好CP座也都到此為止 謝謝阿貞 謝謝上昌 好